大家好,我是毒奶,今天我要说一个外国人为什么这么少的故事,片名达尔文奖 鲁迅曾经说过,生命不息,作死不止 世界上有一群最爱作死的人,他们通过一系列食乐制的操作将自己弄死 控制人口过剩的同时,还移除了人类愚蠢的精 为了感谢他们,达尔文奖应运而生,专门收录那些作死的沙雕 比如某位高薪白领,为了验证防弹玻璃,便抱着快坐垫冲了过去 显而易见的是,玻璃是防弹的,但是呢,不防傻逼 白领摔到楼下,变成了红领,就这样另了便当 还有一位追求快感的工程师,他在汽车后面装了个飞机发动机 正所谓力大专飞,在强大的推力下,汽车飙升到每小时400公里 并且飞了出去,最终汽车撞在了山上,工程师则就地安葬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沙雕都是现实案例,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男主是走近科学的忠实粉丝,拥有强大的分析能力 结合细微的线索便能分析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长大之后的男主成了警察,凭借过人的能力,他本可步步高升 但倒霉的是,男主有晕血症,许多命案现场都不能亲自观察 这天,摄像师找上门来,想拍一部真人纪录片 至于为什么找上男主,那当然是因为他是主角啦 在这一个月里,变态杀人狂连续杀了五个人 除了发现凶手的脚印之外,其他一无所获 男主发现,五处遇害地点都是诗人的名字 他怀疑,凶手是一位文艺青年 再结合脚印的尺寸和深度,警方立马锁定五位嫌疑人 这晚,男主从书店走了出来,发现其中一位嫌疑人鸡汤王 在抓捕过程中,两人打了起来 摄像师则已拍纪录片为由,并没有上前帮忙 由于晕血症的影响,男主昏了过去 鸡汤王则逃之夭夭,临走之前还打了摄像师一顿 因为办事不力,警方辞退了男主 没了经济来源,再加上各种高额账单 男主过得贫困潦倒 这天,他灵光一闪,找到保险公司的老板 男主刚进门,就推断出老板的内衣款式 用强悍的分析能力折服对方 随后,他掏出一堆达尔文奖的傻雕案例 分析道,每年作死的疯子高达上千人 如果能挖掘事情的真相 公司就能省下一大笔钱 于是,男主成了保险调查员 并获得了一位搭档女主 此时的他正在处理一场意外事故 自动贩卖机倒了下来 不幸砸死了阿伟 男主觉得另有隐情,便仔细调查一番 他发现阿伟喜欢他小便宜 从贩卖机里偷取食物 再加上尸体右臂的伤痕 男主得出真相 阿伟和往常一样,想在贩卖机里顺手牵羊 结果贩卖机使出一招无懈可击 把他的手给卡住了 恰好这时是周五的下半时间 阿伟等了十几个小时 都没能等到救援 他只能壮实断臂 强行把手臂拔了出来 在惯性的影响下 贩卖机也倒了下来 于是阿伟死了 随后,警察在贩卖机内部发现众多指纹 证明男主所言不虚 由于阿伟是自己作死 所以保险公司也不用赔偿 接着两人去处理一件抢劫事件 施主叫小胖 他说一群蒙面歹徒打伤他的好友 并抢走了汽车 但男主发现 这片地区秩序良好 已经42年没发生过抢劫案件 于是他在屋子里摸索一番 得知小胖喜欢钓鱼 家里有一批娱乐用炸药 还有一只小狗 随后,男主来到小胖钓鱼的湖里 发现树上面挂满了烤鱼 而且有爆炸的痕迹 结合以上线索 男主得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买了新车的小胖 带着好友和宠物狗前去钓鱼 由于凿冰太过麻烦 他便掏出一管炸药 准备炸鱼 结果小狗以为这是在玩游戏 便把炸药叼了回来 小胖吓得魂飞魄散 立马开枪 狗狗一个受惊 便把炸药丢到了车底 随着一声巨响 冰面裂了开来 车子也掉进湖里 爱车亲切的小胖跑了过去 却不慎落入水中 好友看到后赶紧掏出步枪 把小胖拉了上来 脑补完成后 男主叫来警察 如他所想的那样 失窃的汽车就在湖底 小胖骗保险的行为 也得到了惩罚 当然了 男主的事业也不是一帆风顺 在途经无人去的时候 汽车不慎爆胎 手机也没了信号 还好男主早有准备 他用金属丝绑住气球 并把手机连在上面 金属丝就像家常天线 可以增强手机信号 正当男主在镜头面前装逼的时候 他一个手滑 手机就飞上天空 和气球浪迹天涯 当晚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 女主不禁想穿上一条秋裤 男主点燃汽油 和女主一起抱团取暖 倒霉的是 油箱穿了一个洞 火焰顺着轨迹 点燃了汽车 看到这凄惨的一幕 男主觉得自己也是 达尔文奖的候选人 随着周围的温度不断上升 两人的感情也迅速升温 正当男主和女主 说着情话的时候 摄像师插了紧了 好不容易返回城市 两人又遇到沙雕事件 一位刚过科目一的女司机 开车上路 她不系安全带 还一边抽烟一边喝酒 更过分的是 女司机看见路上没车 便开启定速巡航 随后她走到丈夫面前 干起了针线活 哦不对 是抓撞钉 由于两人太过投入 汽车撞向一旁的牙科诊所 把里面的牙医和患者 吓得不轻 最终 四人被送进医院 倒霉的丈夫 更是丢了作案工具 随着杀雕案件 日益增多 男主也苦恼起来 到底是什么原因 才让他们变得如此疯狂呢 一旁的女主 给她解答了这个问题 遇到保险索赔的时候 公司要首先考虑拒绝赔偿 如果客户坚持索赔 那就换另一个对策 拖延时间 把客户卷入无休止的争吵 直到她放弃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 客户积攒了许多负面能量 于是就会做一些 类似达尔文讲的疯狂举动 女主之所以说这番话 因为她也到了崩溃边缘 十年的保险工作 她看到许多生离死别 也积攒了许多压力 于是两人回到宾馆 打算做一些运动 放松心情 当然了我知道大家不喜欢看这种场面 所以呢我就跳过了 次日新闻报道称 吉他王再次作案 杀了一位无辜的路人 男主看到后自责不已 决定将他绳之以法 他来到作案现场 发现地点是一本书名 男主也回想起来 他正是在书店门口遭遇吉他王 于是众人来到书店寻找线索 一番顺藤摸瓜之后 男主顺利找到吉他王的住所 他先是在楼顶的花盆上绑了条绳子 随后滑到窗户外面 寻找吉他王的犯罪证据 然而鲁迅曾经说过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摄像师这个坑货又跑了出来 他也从楼顶划了下来 拍摄男主 由于两人的分量太重 花盆不断移动 女主连忙跑上楼顶增加负重 不幸的是 吉他王发现了众人 并绑架了女主 他划伤女主的右手 让血液流了下来 男主看到后立马昏了过去 当然了 这只是又敌之策 在经历众多事件后 男主对晕血有一定的免疫能力 接着 他利用初中学到的滑轮定理 制服鸡汤王 结局最后 男主和女主成了一对 摄像师则和摄像机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就此结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珍爱生命 远离猪的有呀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